关于中美关系 有两种模式 一种叫做合作双赢 一种叫做零和博弈 这两种模式都很好理解 你有大量的土地 但是没有足够的人口 很多地只能荒芜着 我有大量的人口 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耕地 很多人都吃不饱肚子 于是我们双方进行合作 让我的人到你家种地 生产出大量的粮食 然后各自评分 这叫做合作双赢 但是这个世界上不止只有双赢 还有零和博弈 一个牌桌上 你赢的必然是我输的 这就叫做零和博弈 所谓的零和博弈就是指 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 另一方的损失 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 总和永远为零 故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 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一个老大 你想当老大 那就必须把现有老大挑下马 这就是零和博弈 离老大位置最近的 当然就是老二了 所以老大和老二的关系 从来都是不可调和的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中美关系 回不到过去那种双赢的模式了 为什么美国政界疯狂地撕咬中国 答案就在这 中美之间的主要矛盾 已经上升到老大和老二之间的矛盾了 美国作为现有的世界霸主 自然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中国拥有14亿人口 有着极其辉煌的历史 长时间的领先于世界 自然也不可能放弃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就算我们不和美国争老大的位置 美国人也不会相信的 更不会放弃打压中国 美苏争霸 苏联败北 整个西方吃得满嘴流油 一惊落万物生 当一个帝国崩溃的时候 巨量的人才技术和资金等 就会向其他方向扩散和转移 从而带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繁荣 帝国崩溃的时候 往往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没有哪一只困兽会愿意束手待毙 在死亡之前 必然要进行一次疯狂的垂死挣扎 好在核武器的出现 让帝国之间大战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 中美之间想要分出一个胜负出来 并不在于热战 而是在于看谁更能熬过谁 对于中国 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 因为我们隐藏了巨大的实力 实力是多方面的 但是政府的经济实力无疑是最重要的 政府有钱才能做更多的事 才能和对方斗下去 美国政府的债务已经达到了34万亿美元 占GDP的比例达到了130% 美国政府的税收为每年3万多亿美元 就算美国政府不吃不喝都要用10年时间才能还清巨额的债务 不要说本金了 仅仅是利息就已经够美国受的了 2024年美国政府需要偿还的利息就已经超过了军费 美国过去12个月用于支付政府债务的利息就已经达到了1.1万亿美元 与疫情之前的5584亿美元相比翻了一番 这个支出费用已经超过卫生医疗保险军费仅比社保低 如果美联储在未来一年中不采取降息措施 那么支付的利息将从1.1万亿美元增加到1.6万亿美元 美国政府每年税收3万多亿美元 其中社保1.35万亿 医保8500亿 军费8000亿 这就3万亿了 更不要说还有卫生教育等硬性开支了 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的趋势下去 美国政府每年的支出都远远大于收入 每年至少还要增加1万亿以上的债务 如此美国政府何时才能偿还巨额的债务 现在的美国还可以借新债还旧债 将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玩下去 但是总有一天会玩不下去的 就像中国的房地产一样 绝大多数人都非常清楚 中国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房子 绝大多数人都有了房子 但是在惯性的作用下 很多人还会将钱投入到房市中 当你刹车的时候 车子在惯性的作用下 不会立刻停止前进 但是车子最终还是要停下来的 美国自成立以来 从来没有出现过债务违约事件 所以即使所有人都知道 美国政府已经很难还清其巨大的债务 但是他们还会借钱给美国政府 人总有清醒的时刻 一旦大家都清醒了 那么美国政府立刻就运转不下去了 就像谁也没有想到中国的房地产突然熄火了一样 相反中国政府在债务方面的韧性就比美国政府要强大太多倍了 根据最新数据 截至2022年末 全国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35.1万亿元 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余额25.9万亿元 全国政府债务余额61万亿元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GDP初步核算数 121.02万亿元计算 全国政府法定负债率为50.4% 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 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其实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体制优势 中国中央政府拥有大量普通人没有怎么留意到的巨大的隐性实力 美国政府欠下了巨额的债务 除了继续玩着庞氏骗局的游戏外 目前根本看不到解决债务的办法 但是中国政府就完全不一样了 与美国联邦政府不同 中国政府拥有巨量的央企 2021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102.1万亿元 负债总额68.3万亿元 国有资本权益20.7万亿元 平均资产负债率67.0% 注意上面我们说的仅仅只是央企 还没有算上地方国有企业 2021年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06.2万亿元 负债总额129.6万亿元 国有资本权益66.2万亿元 平均资产负债率62.8% 如果把央企和地方国企加起来 2021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08.3万亿元 负债总额197.9万亿元 国有资本权益86.9万亿元 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拥有巨大的借债空间 与美国联邦政府几乎无法偿还债务相反 中国中央政府拥有或控制了庞大的资产 目前这点债务根本不算债 随随便便的出售点央企的股份 或让央企多交点税 这点债务就消化掉了 更何况中国政府还拥有一项更加巨大的资产 土地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土地是私有的 政府拥有的土地基本都被卖光了 剩下的大多都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没人愿意买也卖不上价钱 下面的图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在各州土地 在美国的东部地区 土地基本都是私人的了 但是在中西部地区 仍有大量的土地是属于联邦政府的 红色面积就代表政府在该州所拥有的土地比例 表面上看 美国国土面积中有58%的土地归私人所有 联邦政府仍有高达32%的土地可以出售 但实际上 那些地要么是高山 要么是沙漠 根本卖不出去 毫无疑问 中国政府的任性远不是美国政府能比拟的 国家之间的博弈 拳头的大小 无疑是很重要的 表面上看 美国的军事实力非常强大 军事开支也非常高 2022年 美国的军费开支为8770亿美元 中国仅为2500亿美元左右 美国的军费开支是我们的三倍多 但是你要清楚一点 这是按照美元计价来对比的 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来计算的话 中国2500亿美元的军费 能做到美国5000亿美元才能做到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美国产业空心化了 武器制造的成本非常高 以大型驱逐舰为例 根据美国公布的最近造价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每艘造价37亿美元 如果按照现在的汇率1比7计算 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相当于259亿人民币 但是中国建造一艘性能完全不比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差的055 驱逐舰只需要60亿至70亿人民币左右 同样的钱美国只能建一艘 而我们可以建3至4艘 中国为什么可以把价格做到这么低 答案就是我们是世界工厂拥有完整的产业链 很多产业民用和军用是可以共享的 中国庞大的民用市场贪薄了军用成本 美国民用产业基本荒废了 单独开发军用产业链的成本自然异常高了 美媒1945曾刊文称 中国真实军费可能比中国公布数字要高得多得多 文章作者麦肯齐一格伦认为按购买力计算 中国的2277.9亿美元军费 相当于美国7000亿美元甚至更多的军费 虽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张 但是同样的钱 中国能比美国做两倍以上的事情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美国的军事开支表面上比中国多不少 但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 更何况我们的军事只要针对美军就行了 而美军却要应对全世界 美国不仅要应对中国 还要应对欧洲的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等 我们为什么不愿现在就和美帝撕破脸 因为时间的天平正在向中国不断的倾斜 隐而不发月如也 我们要的就是和美帝熬下去 而不是现在就和美帝决战 熬下去美帝必先崩溃